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谁啊 陈才哥 你找我有事吗 你爸病了 我爸病了 他的腿静脉取长有犯了 今天上课时 帅他在讲台边 那快点送医院吧 你爸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劝他也不去啊 我没辙了 就打电话给你 那我一会儿就回去 快点啊 我到车站接你 好的 知道了 兄弟 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啊 好 出去啊 是你啊 吓我一跳 去哪儿啊 你来得正好 快快 送我去车站 走 到底怎么了 我爸病了 什么病啊 还不是腿的老毛病吗 今天在讲台上摔倒了 那 严重吗 那倒不严重 就是腿疼得厉害 叫他去医院 他怎么都不去 真是老顽固 你找我有事吗 我来是想看看你 参赛的画画好了没 顺便带回去给我爸看看 让他可以举荐一下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是谁啊 我是他老欧阳的心肝宝贝 他要敢说不可以 我立马消失让他插不撕犯不消 画还没有全部完成 拉在画室了 拉画室了 这不错你打电话来 一着急往车站赶 没有来得及收吗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那倒不用 现在坐大巴也挺方便的 记得回头到画室帮我取一下画 那你别太着急啊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小飞 全才哥 我爸怎么样了 你爸也真够倔的 中午睡了一觉 下午又去上课了 怎么劝都劝不住 他就是这么不省心 你拜拜 你回去吧 我来到全球 那不是长大跟不少人 我去哪儿 你住多了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看你的时候 我说你这是真正好 我去哪儿 好 别藏了 讨厌 我得想吓唬你一下的 这啥东西你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老爸爸你养活这么大 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就是不用眼睛 用耳朵听 用鼻子闻也知道你在哪儿 这儿有一封邀请函 哪儿来的呀 国际葡萄酒联盟 打开看看 欧阳南先生 邀请您参加广州秋季葡萄酒峰会 去不去 我说老爸呀 您身兼多职 您累不累啊 当个画家不够 还非得弄个什么 国际品酒师的头衔 真不够您忙活的 老爸呀 就是爱喝葡萄酒 这喝的年兔一多啊 还真喝出点名堂来 去给爸倒杯葡萄酒 是 要不是您好这一口 当年报大学的时候 我也不会鬼水神差 报过什么酿造专业 真是 命苦啊 这又不是我求你的 你不是一直梦想着成为一个 国际级的酿酒大师吗 闺女 我跟你说件事 你刘伯伯呀 想请你到他的 葡萄酒厂里去做酿酒工作 请我 是您求他的吧 这求也罢 不求也罢 我告诉你啊 那个酒厂的规模很大 无论是工作条件 待遇都很不错 如果你要是去的话 干嘛呀干嘛呀 打发我是不是 我不去 为什么呀 你不是学酿酒专业的吗 我 我学这个专业 也不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 好吗 给给给 那是为了什么呀 那是为了什么呀 您说为了什么呀 您怎么那么不理解 女儿一片苦心哪 女儿学这个专业 不就是为了以后 您能喝上我亲手 为您那样的葡萄酒吗 您也太辜负女儿 一片良苦用心了 丫头 有事就说吧 有事 小飞啊 好好劝劝你爸 我知道了 谢谢拳财哥 好 书拿好 日照香虎生紫烟 日照香虎生紫烟 遙看瀑布划钱穿 遙看瀑布划钱穿 我没处回来了 往前双 坐下 借着跟我念 飞流直下三千尺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一世银河落九天 我们再念一遍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 这幅画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怎么可能呢 我想起来了 这幅画很像是一个俄罗斯的绘画大师 叫阿雷克谢扎耶夫的回家的路 作者临摹了他的基本构思 做了一些改动 也加进了一些自己的元素 你老实告诉我 这画是不是高飞准备参选的画 是啊 怎么了 你少给老爸添麻烦 这幅画是绝对不能送去参选的 为什么 您刚才不是说得挺好的吗 怎么就不能参选了 您得给我个理由吧 要理由啊 那好 我给你 我承认 他的绘画技巧不错 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 更重要的是应该有灵魂 要有思想 也就是我们说的内涵 但是在这幅画里 我除了看到他要炫耀他的技法之外 我似乎什么也看不到 什么跟什么呀 这么好一幅画 怎么让你说得一无是处的 岂止是一无是处啊 我从这幅画里啊 看到了一个浮躁急功近利的投机者 而且这幅画有抄袭之险 我甚至怀疑到他的人格品行 行了行了行了 欧阳南你说什么呢 不想帮忙算了 别说这么多难听的 上纲上线了 你说这话不好可以 你凭什么说他人品有问题啊 不想帮忙拉倒 读儿 干吗 生气了别跟我说话 你去哪儿啊 上楼睡觉 真是 少了你这个伯乐 还都没有千里马了 这丫头 爸 给您拂拂腿 小飞啊 你不是准备作品参加比赛了 你这一回来不都耽误了 耽误不了 您看您这腿都成这样了 明天我们一定要去医院啊 老毛病 听听就过去 您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简了 真搞不懂 您非得把自己累倒吗 我也想歇下来 我也想歇下来 可你说我歇下来谁替我 可你说我歇下来谁替我 小飞啊 又是爸爸这心里真是害怕啊 怕我哪天盯不住 倒下了 那些孩子怎么办 喂海宁姐姐 朵儿啊 有事吗 你明天在不在办公室啊 在啊 有什么事吗 那我明天去找你好吗 好啊 你怎么了 明天再跟你说吧 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啊 你亲爱的老师在家 我不能让他知道 还挺神秘的 那好吧 明天见 明日见 拜拜 马上就好 麻烦你快点好吗 好了 好 谢谢 小飞啊好了 咱们去吧 好的 爸 慢点 来 这幅画 基础还不错 技法也挺好的 对了段 这画题名是什么呀 现在还没有完成 我也不知道啊 你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吗 海宁姐 你就帮忙举荐一下嘛 画展的时候 我把它挂上去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你爸要是知道了 非把我这馆长给撸了不可 海宁姐 怎么会呢 您是我爸的得意门生 他最多就批评你一下了 你这丫头 还没告诉我这画是谁画的呢 您说还有谁的话会让我这么伤心呢 我明白了 是你自己相中的还是别人介绍的呀 海宁姐 你不说是吧 你不说我也帮不了你了 好好好 我说我说 是在我爸的画展上认识的 你爸知道吗 他 他知道 不过不认识 好吧 让你那个神秘人把作品画完送过来 我们先看一看 再决定举荐的事 对 真的 谢谢海宁姐 我爱死你了 爸 医生说您的腿已经很严重了 这回一定要彻底治疗 知道了 小飞啊 你还是回村吧 你得替替我 孩子们不能不上课呀 我回去了 您这儿怎么办呀 我先照料着 一会儿你嫂子来了 我让她照顾你爸 那好吧 小飞啊 你可一定得用心 你记住 教育孩子的事 一点都不能马虎 我没教过课 不知道行不行了 你没有教学经验没有关系 你就把你过去学的知识 教给孩子们就行 爸 那我试试看 把你过去 astiff is accent 老 Jon 仔 老师 真好 高老师生病了 暂时由我来带几天课 你们平时办理几个年级 都是怎么上课的 高老师有时候先上三年级 有时候先上五年级 还有 还有时候先上我们二年级 有时候还一起上 要不然咱们今天这样 二年级被惩罚口诀 三四年级自习 五年级由我来上课 好不好 老师 要背几遍 自习语文还是算数 随便 随便 三十四年级 quelle 三十四年级自习惟 虚似义 生中俨 三十四年级 那么 罗二 在干嘛呢 我在家呢 怎么这么晚打电话呀 想你了 你在干嘛呢 我这不给孩子们 改作业呢吗 你爸看了我的画了吗 对了 我还忘了问你呢 你爸爸身体怎么样了 我爸住院了 我暂时给他代课呢 你代课 你还会上课呢 别笑 真的 我还真想象不出 你教课的样子 你刚才说你爸住院了 那是不是很严重啊 没什么大碍 就是老毛病 那要不要我去陪你啊 不用 你一个城里大小姐 恐怕吃不了这个苦 你就这么看我呀 我才没那么娇气呢 行了 行了 我问你 你爸看了我的画了吗 其实吧 我爸看不看那画 也无所谓了 他 他这几天比较忙 然后 不过我已经跟海宁馆长说了 他会把那幅画 在比赛的时候挂上去 只不过你得先把它画完 然后 给起个名字 就可以了 这样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没怎么 太晚了 你早点休息吧 那你早点睡吧 再见啊 拜拜 拜拜 又出来 快回去 李老师啊 村长 找我啊 不是 县里来了领导带葡萄园 我是都过这儿了 你爸现在在医院怎么样了 这两天我忙得也没时间去看他 听彩虾嫂子说 恢复得还不错 人也精神多了 那就好 我祝他早日康复 你这两天待客怎么样了 我能怎么样 叫花子赶庙会 点点道本 有什么难处 就跟我说 这难处倒是没有 就是希望您早点给我爸 找个顶班的老师来 医生说他现在不能长时间站着 而且需要好好休息 这个事啊 我已经跟上面反应多次了 可现在乡村教室也太熟了点 一直排不下来 真好 安抚先生今天也到了 待会儿我就跟他再反应反应 真的 那让您多费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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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来了 放学了 都可以走了 走吧 放学了 小心 小心 小心点 慢点 小伯伯 疼不疼 不疼啊 你看你 小心点 你叫什么名字 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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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可爱 阿姨 你真漂亮 你是新来的老师吗 你别叫我阿姨 叫我姐姐好不好 姐姐不是新来的老师 是你小斌老师的朋友 阿姨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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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 干嘛 搞偷袭啊 怎么 不欢迎啊 欢迎欢迎 那你还处着干什么 快去车里帮我拿东西 是 你上哪儿去了 大半夜让我们一个人在这儿 你看 好看吗 真好看 哪儿弄来的 我上外面彩蛋 对了 这个是你画的 那天从学校回来 看老爸硬撑着给学生上课 当时心里挺难过的 就随便画了几笔 画得真好 那 这平时就是你的画室了 这以前是办公室 现在学校就剩我爸一个老师了 平时我回来就当画室用了 多儿 这儿条件简陋 委屈你了 没事 挺好的 我明天带你出去玩 明天 你不用给孩子们上课啊 你好不容易来了 让班长带他们自习 那 好吧 老妃 你干嘛呢 我在抓娃娃鱼 慢点 娃娃鱼 对 小心点啊 娃娃鱼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奇怪的名字啊 娃娃鱼 它的叫声啊 就像婴儿的啼哭 所以叫娃娃鱼 你看你看那有只蝌蚪 这哪是蝌蚪啊 这是娃娃鱼 这就是娃娃鱼啊 对啊 我我我看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郭老师 你这是 出院 怎么出院了呢 彩霞 麻烦你 帮我办一下出院手续 是 医生同意了 我自个儿的病 我自个儿知道 让他同意干什么 那怎么行 医生不同意 我也办不了出院啊 再说了 你这腿病还没治好呢 谁说的 你看你看你看 这这不好好的吗 我躺不住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飞啊她又没当过老师 她哪带了孩子呀 把学生们耽误了 我成千古罪人了 去啊 那也要医生同意才行啊 那你好好跟他们说嘛 那我试试吧 好 你家有没有玻璃鱼缸啊 哎呦大小姐 你以为这是哪儿啊 这可是乡下 不过 这玻璃瓶倒是有几个 那我就偷合着用吧 好 爸 爸 爸 您怎么回来了 回来了 我在医院躺得住吗 你把我那些学生 扔哪儿去了 这 这不是躲儿来了吗 我带他去山里转转 叔叔好 我还打算明天去医院看望您来着呢 我 爸 这就是我经常跟您说的欧阳躲儿 欧阳姑娘 你是希克 借我屋吧 哦 哦 走走走走 你爸爸呼起脸来的样子可真吓人 差点没把我给吓死 小点声 这房秦隔音效果不好 他平时不生气的时候挺好的 也挺和哀可亲的 就是对我比较苛刻 那你怕你爸爸吗 怕倒不至于 就是我们平时说话比较少 怎么会呢 我跟我爸爸就挺多话的呀 我们还老吵架呢 好 高飞 其实吧 你那个画 我爸爸看不看都无所谓的 反正我已经跟海宁姐姐说了 只要画展一开 就把你的画挂上 所以我这次来就是想让你赶紧回去 把你的画画完 我要的是对我的作品的肯定 不是让你走后门 不然我称什么了 不是 我这怎么叫走后门呢 真是的 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 还清高尚了 清高尚了 也不需要你去搞旁门左道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难听 什么叫旁门左道 简直就是不可理喻 我知道你爸看不上我 你就别管了 我爸是我爸 我是我 我就要管 高飞 你可别让我小看你啊 你说 你要不要回去把那幅画画完 我不能回去 为什么呀 我走了我爸怎么办 你放心 我都给你想好了 我留下来照顾叔叔 你呀 什么都不会干 你就别瞎操心了啊 你才什么都不会干呢 不会干还不会学了 就这么定了走 去跟叔叔商量 叔叔商量了 爸来了 爸 您来了 来 坐 说话声音这么大 我都听见了 一个人哪 要有追求 不能让情绪左右了 不思进取可不行 不思进取 您这一辈子 不也一直在大山里吗 您 我呢是不思进取吗 我之所以守在这儿 是为了把孩子们交出来 把他们送出大山 那儿 欧阳姑娘说得对 明天你们一起回城 不 叔叔 我留下来照顾您 姑娘 你的好意叔叔领了 我在这大山里习惯了 没事 叔叔 爸 您想想 要是我们都走了 留您一个人在这儿 那高飞 他能好好画画吗 他能安心吗 爸 听见了吗 别冷了姑娘的心 你真行吗 我是说 你留下来照顾我爸 有什么不行的 有什么不行的 你还真以为 我是千金大小姐啊 我就是怕你到时候 阔着鼻子跑了 才不会呢 你也太小看了 我哪敢呢 你放心吧 我们跑步吧 我记得我小时候 要是做了错事 我爸就用跑步 来体罚我 要是做了好事呢 他也用这种方式 来奖励我 那 你这是体罚我呢 还是奖励我呀 当然是 体罚咯 你站住 来呀 来抓我啊 你抓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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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大家坐好 老师你怎么了 没事儿 你坐下 同学们 老师没事儿 大家不用担心啊 叔叔 您坐着上课 不用不用 同学们 今天这节课呀 由我和你们的欧阳姐姐 给大家一起上 大家以后也可以叫她 欧阳老师 大家起立 部长 同学们好 老师们好 好 好 大家坐下 同学们 以后你们就叫我 朵儿姐姐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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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啊 先上二年级的课 今天我们学习生词 我们先请欧阳老师 把今天要学的生词 给大家抄在黑板上 好 同学们 来跟老师一起念啊 言言实实 行 言言实实 好 来 不慌不忙 不慌不慌 真棒 比赛 closed 一 不慌不慌 不慌不慌 那 呆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那是一张熟悉的灵 是我痛失亲人后 看到的最亲切的脸 眼里闪动着泪花 画里充满着力量 那一刻我感到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那是一张天使的脸 是我躺在病床上 看到的最美丽的脸 爱心包扎创伤 温暖驱走了恐惧 那一刻我感到 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走 老爸的气吗 您说呢 谁让您总说些我不爱听的话呀 你又在跟老爸玩失踪 我这心脏可受不了啊 又不是第一次了 您得习惯习惯 你现在在哪儿啊 保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保密 这丫头 好了 已经给您报过平安了 您就好好享受您的艺人世界吧 拜拜 总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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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收激 收不开 老师 走过了 走呀 走跑 老师 大伙别金黄 入睡着火 你左儿啊 他不会用咱们的灶 那灶堂呢 倒在烟 没事 大伙回吧 没事了 回 回 回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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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蔡霞嫂 为什么我刚才放那么多草 就是烧不着呢 你呀 说茅草才多了 多 多了不是应该 火烧得更旺才是吗 火要加工收 俗话说啊 这人要实心 火啊 要空心 你 唉 我来试试 你会不会啊 当然会啦 那你掏握手 好 来 你试试 是这样吗 炒鱼面可是我们这里地道的美食 快尝尝 好香啊 这鱼面是鱼还是面呢 是鱼肉加淀粉做的面 非常好吃 那我不客气了 你尝尝 真好吃 你看看 慢点吃 别噎着 瞧 还是噎着了吧 来 快喝点水试试 吃面喝酒 越喝越油 哪来这么多葡萄酒 香里的酒厂倒了 没钱给咱们村里的葡萄款 就一酒敌款 这两香酒是给您的 谢谢 您尝尝 打开 叔叔 咱们香里的还有葡萄酒厂呢 有 有啊 香里办的 不过啊 早就灌门歇业了 为什么呀 据说是管理不善 酒卖不出去 坐下 我尝尝 这酒味道就不对 不会啊 我觉得酒挺好喝的 跟红糖水似的 葡萄酒怎么能像红糖水呢 这酿的就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的 他当然知道了 他上大学啊 学的是酿造专业 这葡萄园真的好大呀 前些年啊 香里发展生态农业 上面领导为了帮助农民之父 就引进了这些上好的葡萄品种 本来是好事 可这葡萄种出来了 香楼群的问题 香里的一些好事老啊 想到了办葡萄酒厂 来解决这问题 可是没想到的是 酒厂也倒了 可惜了这些上好的葡萄 现在这还没有葡萄呀 有啊 哪儿有 几乎每家都有储存 山河鲜货的洞窑 葡萄每家都有藏的 我们家也有 那带我去看看 走 先生 妈 我进去了 慢点啊 好 小心 这么小个洞哦 你别看它小 里面可大着呢 能放很多货物的 是吗 哇 我去玩啊 好 叔叔 七分原料 三分工艺 好的葡萄酒啊 其实是种出来的 葡萄的品质呢 决定了葡萄酒的香气 风味还有典型性 我可以说这些葡萄啊 是非常好的品种 可这么好的葡萄 酿多久来 怎么就卖不出去呢 对啊 嫂子 除了你说的经营管理不善 重要的问题肯定是出现在 酿造工艺上了 还有就是市场理念有问题 说得对 好 王阳姑娘 你是学酿造专业的 能不能帮我们乡里想想办法 对 这个 我可以试试 那太好了 你要是能把我们葡萄酒厂救活 你可是我们村里的大救星了 那我敢这样 这事呢 我跟村长碰了 让他也跟乡里汇报一下 我接个电话 干嘛 想我啦 不想你 我能想谁啊 少频 听这声音感觉心情不错呀 有什么好消息 别憋着了 话已经送给海宁馆长了 他答应帮我举荐 嗯 这是第一个好消息 还有呢 听海宁馆长说 初选马上就开始了 嗯 那太好了 高飞同学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啊 是 请首长放心 违递革命的姿态迎接战斗 吴校长 我跟您会过一件事 你说 我们村飞来了一只凤凰 也许他们把箱里的葡萄酒厂救活 哦 你仔细说说 请 这边 各位专家这边请 这幅画构图有点乱 撤了 撤了吧 来 这边请 大家请看一下这边 这幅也不错 是 把这幅画撤下来 老师 这幅画绘画技法还很不错 作者在用色上也小大胆 画面构图的风格也统一 主题也比较明确 您看 我只看到了一个投机者的人格和品德 你们大家不觉得这幅画似曾见过吗 是 各位专家这边请 对不起啊 老师 这画是 我知道是谁画的 是朵儿托你的吧 简直是乱弹气 还有你 你怎么能跟着瞎掺和呢 你的艺术原则呢 可是毕竟是朵儿的男朋友 你认为一个品格上有问题的人 能成为我女儿的男朋友 老师 那这画 坚决拿下 这样的人才啊 你们一定要善用 要想办法把他留住 他已经答应帮咱们试试了 不是试试 而是要投身进去 发挥作用 我们的葡萄球场啊 要是早有这样的人才来帮助我们 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爸 客人都到了 高老师 杨老师 太久了 坐 来 来 高老师 你老德高望重 坐这儿 好 来来来 杨老师 坐这儿来 什么德高望重 教书将而已 菜做得不好 您将接着吃吧 不是说就吃个便饭吗 怎么弄这么多菜呀 可别这么说 你是咱们村请来的贵客 那哪能怠慢呢 我 贵客 欧阳老师 您是晾酒专业的大学生 对我们农村来说就是专家 那还不是贵客 我也就是学了这个专业而已 能不能行我还不知道呢 你准行 贵老师啊 你为咱们村引来了凤凰 今天呢 我要好好地跟你喝几杯 equilibrium 我好好地嘢 near 别ут了 来 飞一飞 来 带人一起 来 来 来 欧阳老师啊 你就放手干嘛 乡里面我已经汇报过了 吴乡长非常支持 要我一定要为你 尝尝好环境来支持你 好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尽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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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走啊 你去吧 来 您慢点啊 行 去 好 你啥时候回来的 来 叔叔 没什么事 您回屋歇着吧 喂 海宁姐姐 哦 朵儿 有事吗 我男朋友的话 是不是被毙了 这是你爸爸的意思 为什么呀 你爸爸说 他的话缺少了自己的灵魂 我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我想了很多办法 可是都行不通 我 他't了 就没什么 我 你 我 那你 你 你 大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朵儿啊 那今天起你就别跟我上课了 为什么 你该忙你自个儿的事了 我没什么事 你看你 答应你村长的事忘了 那行 那我先去忙 有空我就回来陪你上课 您慢点 好了 明天就可以把葡萄运过来了 我这就让你全哥哥去啦 辛苦啦 小金玉 下课啦 朵儿姐姐 王先生说你要帮我们香的酒敞亮葡萄酒 对呀 怎么了 给我的 我特意给你摘的山果 你吃吧 我走了 谢谢小金玉 谢谢 姐 这 是 我 我 你是不是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走 主儿 怎么你来菜 我闲着也没啥事嘛 这些事让小飞干 叔叔 他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让他静一静吧 真是委屈你了 没事 您回去休息吧 这个好吃 小婉 是你爸爸来的电话吧 你怎么一直不接啊 我不想跟他说话 他可是你爸爸 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一直不接他电话 他得多着急啊 你得换位思考 要换了你 你爸爸总是不接你的电话 那你怎么想 你不难过 好 小飞 别管顾吃 劝劝多儿 我怎么劝他 歇 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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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儿 你终于接爸的电话了 你打那么多电话干什么 你要把爸爸急死 您也会着急啊 你是爸的性感宝贝 我怎么能不急呢 那你还让我伤心 爸什么时候让你伤心了 你自己知道 你去说那幅画的事吧 明知故问 那是爸的工作 这么多年来 你应该知道爸爸的秉性 我什么时候捂过臂啊 那你也不能那么不给面子吧 好了好了 这事就算过去了 爸给你赔不是好不好 你现在在哪啊 我不告诉我 那你也得回来看看我嘛 没空 我忙着呢 我在干大事呢 大事 什么大事 保密 你有你自己的事 爸就不多问了 你把那个刘伯伯的电话给我 你想通了 好 爸爸一会儿给你扒到手机上 嗯 拜拜 全被我吃了 光老师又睡到了 快点 我这一病 没吓着孩子们吧 我这一病 没吓着孩子们吧 最好要做手术 不行啊 大夫 我真的不能在床上躺太长时间 可是如果不做手术 您这条腿恐怕保不住了 програм我们等下 来 啦 给我stan 了 我们在床上 跟我们家里 affected 去 所以 我 走 P пал 几个 我 是啊 abe devil You 君 Inspel repairing 好了 savior sent �נ В athletes 먹어� pous chị 上课了 别玩了 咱们今天这样吧 自由活动 您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最好要做手术 不行啊大夫 我真的不能在床上躺太长的时间 可是如果不做手术 您这条腿恐怕保不住了 这些坏的都得挑出来 这桶是干吗的 发酵用的 沉淀倒灌的时候也要用得上 朵儿 酿酒难吗 酿酒不难 可是要酿出品质好的酒 就不容易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一口罚 对了 沈淀淀 你让村里给我们准备一个保温箱 因为这山里边早晚气温比较低 我担心会影响发酵 好 那我一会儿去和村长说一声 爸 我上学去了啊 妈妈 等一下 我听说你们这两年上课很不正常 小飞叔不是让我们自习 就是让我们自习合同 是真的 嗯 妈妈 你干脆这两天就不要去上课了 啊 为什么 你小飞叔叔近来心情一直不太好 他也没有心情跟你们上课 不用待着家里 在家里自己也是可以的 等高老师回来了再去上学 行吗 那好吧 你把这事也给同学们都说说 那我先回家复习了啊 怎么就你们几个同学呢 其他同学呢 他们没有来在家里自习 那你们怎么不在家里自习呢 我们家没大人 大人呢 爸爸妈妈出去打工 爷爷奶奶在地里干活 不放心我们 你们都是这样吗 那你们都自习啊 都自习 刘伯伯 我想尝试一下二氧化碳禁字法工艺 当然可以啊 目前我们正在生产这种工艺流程的葡萄酒 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看 顺便把当地产的葡萄原料也带来 我们坚定一下品种的可行性 嗯 好 我这几天都安排时间过去 对了 刘伯伯 这件事情在我爸那儿一定一定要保密啊 你这个丫头呀 放心吧 我会的 嗯 刘伯伯再见 再见 来 朵儿 你要出差啊 哦 几天就回来了 那那些怎么办啊 这些要七八天才能发酵好呢 哦 对了 你要记得每天翻脚一次 把扶上来的皮渣呀 再压到酒里去 这个程序叫压帽 你别紧张 我会每天打电话教你怎么做的啊 好吧 哎 咱们回去吃饭吧 我有点饿了 哎 走吧 嗯 其他同学呢 他们没来上学 没来上学 小飞老师呢 这个别画画 高飞 那么多学生怎么没来上课啊 我怎么知道 你是老师你不知道 我像个老师吗 我只是看着他们而已 那你看住了吗 腿长在他们身上 他们爱来不来 高飞 你太过分了 我怎么过分了 你不过分吗 你的话落选了 你心情不好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我在这儿陪你这么久 你对我呢 爱搭不离 冷言冷语的 这些我都忍了 可是你不能拿孩子 不下气吧 你这样做 你太不像个男人了 是是是 我不是个男人 我是懦夫 你留在这儿干吗 我看着你心里面就堵得慌 你给我走 我不想知道 我可以帮你 我都检了 你竟然是 我可以帮她 不说我 我我可以帮你 我很想 我我 오늘은你 我 姐姐 你不要走 姐姐 姐 你们怎么饶了 我爱姐姐 你是不是要走了 我爱姐姐不哭了 姐姐不哭 你也不哭啊 我爱姐姐 你要是走了 是不是再也不帮酒茶酿酒了 小鲜鱼啊 你怎么这么关心酒厂的事呢 你要是把酒店好了 酒厂就能开工 妈妈妈就不用出去打工了 你爸爸妈妈不在群子里了 酒厂停放后 他们就出去打工了 孩子们 你们的爸爸妈妈都出去打工了吗 好 姐姐不走了 姐姐不走了 不走了 不哭 不哭了 不哭了 姐姐不走了 不哭了啊 不哭了 高老师您喝水 高老师 我们来看您了 来了 高老师 腿好点了没 好多了 好多了 彩桥你看你 还拿这么多东西 高老师 腿好点就好 好多了 我这腿啊 带不飞上手术 你说做手术 花钱不说 还得耽误那么多时间 算了 不做了 哎呀 又到周末了 清生 你也来看老师了 没有啊 没有 那你怎么没上学 好几天没有上了 别胡说 我没有胡说 就好几天没上了 再开始 高老师 小飞是让同学们自习 行了 别说了 结账 出去 哎不是高老师 你不去我去 高老师 我去 我去 臭小子 回家在手上 不是 高老师 我来陪你 不用了 我得上几个同学家去看看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天不早了 你们回去了 快把你的小飞书叫了 好 爸 爸 爸 别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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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姐姐 老姐姐啊 让来发 在家 在 在 在 来发 快出来高老师来了 好 高老师好 来发 我出去了两天 耽误孩子们上课了 我是专门来道歉的 你可别这么说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是 全村人都知道 你为了孩子 拖子病一直不去看 把个身体都拖垮了 老毛病了 不算啥 老弟弟 有病咱一定要治 孩子们拖几天课 不要紧 那可不行 孩子们的课一天都不能拖 那个儿子 你也别愿意笑飞吧 他是个大学生 心也不在这 爸呀 那明天接着去学校上课 行 我走了 还得通知别的孩子呢 高老师再见 再见 慢点啊 好 有点有点我在丛里的叉 可以啊 小辉 记住 明天一早去学校上课 嗯 行 那我回去了 好 好 高老师再见 再见 慢走 喝喝酒 回吧 同学们 大家坐好 因为老师的原因 耽误了同学们几天的课 老师 向大家道歉 老师 您不需要道歉 您是因为有病住院才耽误的 萌萌 你坐下 老师不是因为有病向大家道歉 老师是因为用错了人 请同学们接受老师的道歉 儿子 现在咱们上课 老师 妤وس 父母 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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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高老师 我来吧 同学们 今天我来给大家上课 高老师 同学们好 请坐下 爸 清晨说您找我 你坐去 这清明的茶啊 真是香 你尝尝 小飞 给孩子们上了几天课了 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那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我还没想好 爸 您是不是特向我留下来 爸爸没有那么自私 我不会强求你 你看 我在山沟里 教了一辈子孩子 那是我的人生 小飞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人生啊 多儿是个好姑娘 你看 她现在正帮着乡里边酿泡的酒 哎呀 一个城里姑娘 又是大画家的女儿 能到乡下来 不容易啊 你应该都是帮助的 我明白了吧 我以前只想到了自己 却忽略了她的感受 嗯 你能想到就好 好好善待多儿 来 喝喝 好 好 嫂子 小飞来了 啊 是来找朵儿的吧 朵儿呢 她走了 走了 她去哪儿了 瞧吧你吓的 她出差去了 那行 嫂子我走了 好 小飞啊 彩虾嫂子来了 这画的是你爸爸 啊 真像 嫂子 你找我有事吗 哦 我是来告诉你 朵儿明天中午回来 真的 真的 这次回来啊 好好跟人家道个歉 把她接到这里来住 也好有个照应 嗯 我会的 好 那我走了啊 谢谢嫂子 喂 你在哪儿呢 你往江边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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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杜儿 原谅我吧 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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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座深刻检讨 你真的原谅我了 死呀 他小姐 请看我画的画 哪儿呢 在那儿 小孤山 我给你讲一个 七美的爱情故事吧 小孤是一个 美丽 纯洁 善良的少女 就像你一样 他和彭郎相爱 最终却没能在一起 小孤头疆殉情 他死后就画成了 这袖姿超然的 小孤山 彭郎知道后万分悲痛 最后他也画成了实际 最起码 他们算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彼此都能看着对方 什么故事啊 网上找的吧 杜儿 杜儿 我想跟你说的是 如果你是小孤 我也会画成实际 永远地立在你的身旁 我对你的爱今生 致死不了 好 蔡佳嫂 去把瓶子洗干净沥水 我们可以准备密封了 那还要多少天才能起封啊 三十天左右 那我去了 那我去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朗读 梦想 梦想 当雪线张开臂膀 当雪线张开臂膀 森林抬起头颅 森林抬起头颅 梦想 莫敬延着大路展开 冯愈青瓶 2 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实话 我不懂葡萄酒 我感觉喝到嘴里有点色 挺好喝的 应该是好酒啊 你们也别太高兴啊 我说了不算 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评鉴 嗯 各位专家好 今天大老远呢 来到我们这个 P&P的山村 一路颠簸啊 都非常地辛苦 先这样 就请各位专家呢 在这里稍作休息 品一品我们的茶 然后再去品鉴现场 怎么 品鉴会不在这里 哦 不在这儿 我们安排在 松茨村的小学里边 品鉴会在小学 这是应酿酒人的要求 才这么安排的 哦 哦 这里面还有什么学问吗 去了您就知道了 哈哈 好好好 请专家评鉴 老伙计 怎么样 这个酒是新酒 喝起来呢 酒体柔和顺口 风味也很独特 色度适中 果香四溢 好酒啊 哎 能见见这个酿酒的人吗 请我们的酿酒人出场 好 朵儿 怎么是你呀 怎么 不能是我吗 老刘 灵爱演得出好戏 我这个琴师不得不喝呀 前两天你给我送请柬的时候 我就纳闷 你一个国家级的酿酒师 怎么会对一个香酒厂的 鉴品会感兴趣呢 而且还是非正式的 都是你搞的鬼吧 要不是刘伯伯 我还请不到您这位神仙呢 赌尔 爸爸为你骄傲 各位继续品酒 怎么着 现在不说我不着调了吧 你呀还是不着调 我怎么还不着调了 你怎么把一个品鉴会 放到学校里呢 很简单啊 因为这儿是我的起点 而且我现在住在这儿 你住这儿 你住这儿 这儿就是我的房间 丫头 老爸可是怎么也想不到 你住在这样的环境里啊 有什么不可以啊 我觉得挺好的啊 看来你是长大了 成熟了 你才发现呀 这是什么呀 画啊 我看看 不 不行 解开解开解开 来 切细一点啊 好 这给您 不错呀 你们这儿有这样的人才 你们这儿有这样的人才 这谁画的 爸 会开玩了 咱们出去 去看看 你们去吧 你这儿给我 这交给我就行啊 我 走啊 你刚上哪儿去了 跟我爸在厨房忙混呢 老爸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厅所学校任教三十多年的高老师 幸福 幸福 老师爷 你好你好 高老师啊 扎根山区三十多年不容易啊 惊养惊养啊 您过家了 我不过是在这儿 找有孩子 这个呢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 有才华的人 画画得不错 高老师 高 你是高飞吧 欧阳叔叔好 这个啊 怎么也不事先告诉我一声 高飞啊 上次把你的画 从展会上撤下来 能想得通吗 当时确实有点想得通 可是后来想一想 我当时确实有投机的心理 我应该做自我检查 你现在这幅画 怎么没有提名呢 我当时从城里回来 看到我爸拖着病腿 给孩子们上课 他那痛苦的表情 我当时挺难过的 所以拿起画笔 画了起来 一直坚持到现在 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没想起来 给画起个名字 你的这幅画 之所以有魅力 因为你投入了真情实感 这样吧 我来给它起个名字 你看怎么样 那当然好了 我看就叫 尸魂吧 这名字好 这个名字好 高飞啊 今天朵儿给了我一个惊喜 因为是你们造就了它 现在我也给你一个惊喜 我打算向学校里申请 破格录取你为下一届研究生班的 研究生 谢谢爸爸 王阳叔叔 谢谢您的好意 我知道这次机会对我来说 确实是千载难逢的 我也很想继续深造 可是我 不想离开这儿 我想留下来 帮助更多的乡亲做点事 用我自己所学的知识 来教育孩子们 高飞啊 以你的才华 应该进一步深造 发挥你的潜力 如果你放弃这次机会 有可能一辈子埋没在这大山里 我爸曾经跟我说 他之所以坚守在大山 就是为了把更多的孩子 教育出来 送出大山 我一直被我爸这个信念 而感动 最近我想了很多 也思考了很久 我想我们把孩子教育出来的同时 也要更多的人 为了建设自己的家乡而回来 所以 我决定留下来 孩子啊 爸爸老了 爸爸的思维啊 还停留在过去的年代 回来吧 爸爸也支持你 我 都玩 我 没意见 那你呢 我 您说呢 好 那我也表个态 你们年轻人的路 由你们自己走 祝福 福利 祝福 中海幸福,分离开心头土, 后地沿着大路展开, 佛又许佛一场, 将自己从本事连根换, 然后轻轻地磨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